小鮮肉舞蹈大賽 今天有好多小鮮肉喔 對 我剛剛問工作人員說 小鮮肉他的定義大概是幾歲 對 他們一個說二十二 一個說三十 就是說小鮮肉就是代表 就是女性會覺得很可口的男生的代名詞 然後通常會感覺單純單純的 對 單純但我其實蠻單純 這是智商低跟單純不太一樣 是嗎 我看來我又誤會了 馬上歡迎今天非常重要的評審 張聖峰老師 盛峰老師在我們演藝圈闖蕩 已經看過來來去去很多很多的小鮮肉 對耶 是不是 老師你心目中小鮮肉的標準 應該就是比較少曝光的吧 比較少曝光 有新鮮感 對 有新鮮感 真的 新鮮 不然就老掉了 因為太常看到了 對 像你說資深小鮮肉 資深 太別這麼說 老鮮肉也OK啦 資深偶像團體 那舞蹈的方面要怎麼樣 才是今天得分的觀眾 這裡就是看他們是不是能夠 把他們想要表現的主題 所想要傳遞的訊息 表現給觀眾 了解 再歡迎第二位 Naki老師 嗨 Naki老師為了這一集 講到服裝上好像非常的重視 今天就是露這個肋骨 最有自信的 對 我就順便把我的肉也順便露一下 老師你覺得小鮮肉定義 陽光我覺得蠻重要的 真的 就是應該不會是有陰沉沉的鮮肉 那今天四組感覺都蠻厲害 你最不看好誰 對 放有望去 我是很熟了啦 應該算孤老肉 沒有 很有味道的 很有味道的 熟男啦 熟男 好的 而且今天還有加分題的部分 對 今天加分題非常厲害啦 算是造福我們主持人跟我們的評審 主考官 女性的主考官 就分別由凱樂還有Naki老師 是 然後他們分別也要做一些指定的動作 對 抽籤來決定 抽籤 例如有 耳朵 耳朵吹氣是不是 有嗎 你是不會看腳本喔 這邊有寫 沒有 撒嬌 搭訕 這奇怪有劃掉了嗎 沒有有 耳邊 尼奶跟背後環抱的四個動作 還有捲袖子 捲袖子 捲袖東 因為現在壁東好像已經過去了 現在捲袖東 好的 那就是以上的加分題 馬上看一下第一號參賽者的練舞過程 一號參賽者邱好奇 除了四位新生代演員 還是個有十年舞蹈基礎的小鮮肉呢 喜悅不斷的他 可是排除萬難來參加這次的舞蹈大賽 不過其實今天在練習的一開始 他就犯了遲到這個大忌啊 我不是故意遲到的啦 因為我最近在尬一個那個電影 然後最近快要殺青兒 我就用這個很零碎的時間 趕快趕過來練這個舞蹈比賽 因為我是第一次在節目上 參加這個舞蹈比賽 然後我從上個禮拜 我就知道說 有一些其他的參賽者 在他的粉絲頁上面已經 已經PO一些就是說 什麼不能輸你啊 我一定要贏 然後我看到那些 可是我在拍戲 我整個心就很緊張 你知道嗎 我現在還是闖 他從劇組那邊跑不來 廢話不多說了 還是加緊腳步 把握時間練習比較重要啦 十年的舞蹈底子 果然不是蓋的 兩三下就把舞學得差不多了 不過就在此時 老師加了個大絕招 可是讓好奇學得上氣不接下氣啊 四個 五 五 六 記得教練用力 好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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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現在OK 我覺得很困難的是就是 在跳的時候 要隱藏那個皮態 他要很有活力 就覺得全身的能量都是我的 然後我有多熱愛這個舞蹈 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要把我這個 這個很充滿活力的東西 就是透過這些動作 然後把它炸出來這樣 這支相當耗費體力的 復古風Funky舞蹈 不知道好奇會如何詮釋它呢 究竟它能不能 顛覆演員的刻板印象 完美演出呢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一二三歲的秋好奇帶來的表演 是回到十七歲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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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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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个人品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佳勇盛 不得了 字幕志愿者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